你见过逼男友滚床单最奇葩的方式 都教授今天就见到了 在魔女生死的逼迫面前 害羞的都教授也只能顺从 就这样 大雪纷飞过后 两人终于修成了正女 他们和其他恋人一样 相互坦白着过去的一切 这一坦白不要紧 原来两人都有着传奇的过去 都教授告诉魔女 其实自己是来自外星人 之前爱上过一个女人 只因对方是韩国大明星 最终暴露她的身份 她也只有选择离开了 但听到这些的魔女没有惊讶 反倒是平淡地说出了 自己惊人的过去 原来魔女的真名叫莱尔 她的前男友是韩国最大的财阀 原本是她的复仇目标 可却因为日久生情 爱上了对方 但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 听到这的都教授 没敢继续让莱尔说下去 看着眼前这个有点客夫的女人 都教授知道她走运了 就这样 她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永远的荷莱尔住在了这个城堡内